光阴四溅,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互掐了快一年,目前依旧看不到一个盖棺定论的结局。 其实很多人都不理解,如此强大的俄罗斯为何连一个小小的乌克兰都搞不定? 要知道,俄罗斯作为曾经地球站立天花板的头号继承者,一直是一个非常能打的国家,无立直爆表的那种。 动不动就是钢铁洪流碾欧路,核弹蘑菇炸地球。 按照美国军事网站给出的排名,俄罗斯目前仍旧是全球第二大军事强国,而在具体给出的几项关键军力数据上,俄罗斯目前都是位居世界前列。 比如在兵力方面,俄罗斯目前在现役正规部队人数大约是83万人,另外还有25万人的预备役以及25万人的其他准军事武装力量。 总的算下来,俄罗斯目前可以立即动用的武装力量总兵力大约是133万人,妥妥的百万大军了。 再比如装备方面,俄罗斯目前在空中装备有各型军用飞机接近4200架,为全球第二大空中力量。 在陆地上装备的坦克数量超过1.2万辆,为当下全球最大规模的坦克部队,妥妥的钢铁洪流。 至于在海上则是装备有接近600艘个型军舰,军舰数量排名全球第二。 相比之下,乌克兰可就差远了,尽管当年苏联解体时,乌克兰得到的军事遗产仅次于俄罗斯,但是迫于自身糟糕的生活条件,以及周边势力的威逼利用。 乌克兰选择了自费武功,保留下来的军事家底相当有限,与俄罗斯压根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 比如在兵力方面,同样是GFP给出的数据,乌克兰当前的现役正规部队人数约为20万人,另外还有大约25万人的预备役和5万人的其他准军事武装力量。 总的算下来,乌克兰目前可以立即动用的武装力量总兵力仅有50万人,不足俄罗斯的一半。 再比如装备方面,乌克兰的海陆空三军目前总计装备有大约300余架个型军用飞机,1800多辆主战坦克,以及接近40艘军舰。 对比俄罗斯军队数以千计的飞机和上万辆的坦克,乌克兰的这点家底属实有些不够看。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衡量一支军队的势力高低不能只看规模大小,质量水平也很重要,尤其是在现代战争体系下。 不同武器装备之间可能会存在着巨大的战力差距。 这种装备质量上的优势,完全可以弥补数量方面的劣势。 不过可惜的是,乌克兰在俄罗斯面前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尽管在俄罗斯当前的军队序列中充斥着大量的老旧装备。 比如那年过半百的苏联机舰手苏尔四,常年帕窝冒黑烟的库兹捏佐夫号航母,无一不在显示着俄罗斯的老态。 但是作为当今世界的无榜眼,顶尖的好东西俄罗斯也还是有的。 比如像空军的苏35、苏57战机、陆军的T90、阿玛塔主战坦克,以及海军的格里哥罗维奇海军上将级、护卫舰等等,那都是当下主流装备里面的佼佼者。 不管遇上谁都能去碰一碰。 而反观乌克兰这边,由于常年的武备废持,武器装备水平大都还停留在苏联时代,情况比起俄罗斯还要更加糟糕。 所以对比起乌克兰的话,俄罗斯手头的军事力量其实是全面占优的,不管是数量规模还是质量水平,那几乎都是碾压。 按理来说,在如此悬殊的势力差距面前,俄罗斯手术乌克兰应该是比较轻松的,至少从场面上看,乌克兰不存在和俄罗斯正面掰手腕的可能性,顶多就是像阿富汗那样搞搞游击战术。 然而当下现实的情况却是,乌克兰不仅在正面挡住了俄军的攻势,还能时不时的发起反击,双方几乎是形成了一个对峙的军事状态,互相之间打得有来有回,这样完全超乎理论数据的结果, 使得大家对于俄罗斯的实际战斗力产生了非常大的质疑,一些诸如纸老虎的观点言论甚嚣沉上。 关于俄罗斯打不动乌克兰的原因,事实上和俄军的战力水平关系并不大,毕竟就算俄罗斯这边老迈不堪,自飞武功多年的乌克兰也好不到哪里去,而真正制约着俄罗斯扩大战果的,其实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没钱。 众所周知,俄罗斯一直是一个经济状况比较糟糕的国家,当初苏联解体,俄罗斯作为当家继承人,在继承苏联庞大的政治与军事遗产同时,也接受了苏联那一团糟的经济烂摊子,产业大瘸腿,外债满天飞,只能是靠着卖点石油天然气过日子。 这种单一的经济模式,导致俄罗斯的经济结构非常不稳定,国际能源市场上但凡是初年问题,俄罗斯这边就得等着过苦日子。 单飞三十多年来,尽管俄罗斯一直都在想尽办法振兴经济,但是却一直没能走出靠老天爷赏饭吃的出事圈,依旧是一个大好的加油站。 当然,俄罗斯这种加油站经济也不是完全没有前途,毕竟俄罗斯是一个资源大国,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位居全球潜烈,单论家底丰厚程度,完全不输中东的那些阿拉伯土豪。 然而可惜的是,俄罗斯缺乏一个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常年都需要花掉大把的钞票去应对来自各方的困难,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俄罗斯一直都在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 同时还会时不时的参与到战争中去,比如两次车尘战争,格鲁吉亚战争等等。 面对这些巨大的开销,俄罗斯虽说这些年虽说挣了不少钱,但剩下来的却没多少,经济上更是难有起色。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俄罗斯在2021年的GDP总量约为1.77万亿美元,而作为对比,咱们广东省在2021年GDP总量则是高达1.93万亿美元,比俄罗斯高出了一大截。 堂堂全球第二军事大国,GDP却比不上咱们的一个省,可想而知俄罗斯的经济有多差。 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俄罗斯在经济上的短板对于军事方面的影响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这一点,从俄罗斯军队序列中那些老旧的武器装备就可以看得出来。 理论上讲,俄罗斯当前应该是拥有打造世界一流装备水平军队的能力,因为俄罗斯作为一个有着成熟军工体系,可以自主研发生产各种尖端武器装备的军工强国。 在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上,压根就不存在着任何技术瓶颈,但是造武器得花钱啊,这是一笔俄罗斯根本无法承受的开销。 当然,这还只是在平时,要是到了战争时期,经济短板带来了影响还会被进一步放大。 正所谓大炮异响,黄金万两,打仗从来都是一个烧钱的游戏,根本不存在什么越打越有钱的战争。 尤其是像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这种需要在国外打仗的战争,劳施远征的开销绝对是巨大的。 且不说战场上武器弹药的消耗,但是军队日常的生活开销补给,那都是非常令人头疼的。 毕竟国外不比国内,国内军队可以依靠国家内政体系来搭建完备的后勤体系,很多东西就能就近补充。 而出国以后的军队消耗,往往都是需要依靠国内进行长距离的补充运输,开销成本要大得多。 有时候甚至都不是简单的依据钱能解决的事情。 因为如果军队的动员规模太大,或者是补给钱太长的话,单凭俄罗斯国内的物资供应渠道是无法满足的, 而这就会导致俄罗斯在制定军事计划时需要有意识地限制军队规模或者打击范围。 如此一来,俄罗斯在军事力量上的巨大优势其实也就无法发挥出来了。 总而言之,打仗就是打钱,战争拖得越久,花钱就越多。 现在俄罗斯的财政已经面临着巨额赤字,差不多就是在借钱打仗。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在经济上的颓势愈发明显,对付其乌克兰也就难免力不从心了。 当然说起没钱这个问题,乌克兰似乎也没什么优势。 要知道,在乌克兰这个国家是出了名的穷,常年都是欧洲乞丐的有力竞争者,比俄罗斯更没钱。 有数据显示,乌克兰在2022年的赤字高达500亿美元。 同样也是在借钱打仗,如果说俄罗斯因为没钱而陷入战争困境的话, 那么乌克兰岂不是连打都没法打了。 不可否认,乌克兰确实是没什么钱,但是人家背后有帮手啊, 几百亿的赤字对于乌克兰或许是比大开销, 但是在西方的那些发达国家眼中,随便凑一凑可能也就给平了。 事实上,不仅是金钱上的援助,在乌克兰处于绝对劣势的武器装备方面, 西方国家也是可以轻松为其抹平的,乌克兰只需要埋头死磕就行。 让俄罗斯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西方, 这显然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 俄罗斯这边赤字飙升,家底都快被掏空了, 结果乌克兰那边武器装备越打越多,谁运上不头疼啊? 如果不是俄罗斯这边还有着一大堆蘑菇, 西方各国看着多少有些投鼠忌器, 否则在巨大的经济实力差距下, 俄罗斯估计早就得崩了。